音乐 我觉得是在经济上 我们也要进行一个转型 我更看作是一个 类似于工业革命 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处在的是 叫第五次工业革命 第五次工业革命呢 是要整个的我们能源和 生产方向的转型 所以从我看来 我们中国弯道超车 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弯道超车 可能是要在技术上的弯道超车 那怎么样把中国的标准 和中国的监管 融入到整个世界的体系当中 也是一个挑战 到底是哪一个数据点 应该被用到你的魔性当中 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 采用了无论我们叫ESG 就是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 这个方法论来投资 很多他就是做了 所谓的climate strategy 就是说气候变化的一些 这个投资理念 微妙银科技我们是用了很多另类数据 让我们的无论是投资人还是说整个大众的都能看到更清晰的这个这个不同的公司做的怎么样 在碳中和方面 我们其实很快在五月中旬就会发布我们的全球数据库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怎么样去把更多的数据带给大家 怎么样去衡量这个碳中和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而现在的经济呢 都是数字化经济 怎么能把我们血脉中 不同的这个经济血脉中 哪怕走到最小的血管 它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收集起来 明显给无论是投资人还是我们的这些公司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数据的维度非常多 我们不能说盲目的说这一批企业 它就outperform比其他的企业做得好 当然这里面我们说的是一个更correlation的 就是说偏向于这个相对关系的 无论是说ESG做得好 还是说在碳转型方面先发的这些企业 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法 我觉得长期的话 我们是要依赖于科技手段 Reduction的这个motivation 就是它的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样